這裡的話題目問的是河流的侵蝕作用 所以你要先知道是到底有哪幾種 三種 像源頭,圓指的是源頭 所以呢是山上才是源頭 第二種向下,向下指往下挖 第三種的話側向侵蝕,側兩側 我們依序來看 圓的話呢,圓頭 通常水會有季節性變化吧 雨季的時候很多 但是你能夠保證呢 雨季的時候有水,漢季的時候呢 那些小滴挖處,篤定有水嗎 不行,但是如果它有相對而言呢 在山上某一些地方石頭奔落 而造就了相對的滴挖處 我寫小水溝,只是這句要寫的怪怪的 造就了相對的滴挖處 漢季也許沒有水在小水溝 雨季的時候有小水滴 慢慢的累積聚集在小水溝 那我們可不可以說在雨季的時候呢 這一些小水溝的水慢慢流到大一點 寬一點小河流了 就連在一起了 所以讓整個河流的長度變得比較長 所以這裡採起,向雲侵蝕造就河流 加長作用了,變長了 第二個,下面 所以要往下挖挖的力道強 波度一定要強 怎麼強,很陡 波度越陡,水向下衝的力量越強 挖,向下挖,所以採血加深了 第三個作用,測向 看名字測兩側 要兩側水流量一定要很大 所以通常在中游下游的地方 水流量遠比上游這處來的大多了吧 所以越下游的地方河道越寬 所以這裡才寫加寬的作用 所以總之分別有向緣侵蝕加長了 第二個,向下侵蝕加深了 第三個,測向輕蝕加寬了 所以有這三個輕蝕的作用 按你們課本的圖 它比較沒有具體講出那些關鍵字 但你應該借我的說明可以去抓出它的意思